最新消息立刻来关注了 总预算案今天朝野第三度协商 经过三个小时讨论 三党还是没有共事 立法院长韩国瑜他出手了 那个韩院长呢 最终才是了有关所谓的禁法补偿一案呢 行政院如果没有正式回应的话 那他说会牵扯到未来两院互动 跟民主运作 资势体大 因此呢 这韩国瑜宣布 11月1号跟11月5号 邀请行政院长卓榮泰 他要率领各部会的相关的一个官员 列席报告 好 质询人数呢 由国民党是16位 民进党16位 民众党3位来组成 那这个决定呢 可以说是总预算案卡关 一个月以来比较重大的进展了 另外来关注是赖政府硬起来了吗 竟然敢对美国爸爸出招 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台湾呢 在2019年跟美国买了66架F-16CD的这种新型的新战机 那当初呢 2019年呢 这个立法院当时的立法院 他们是以所谓的新式战机采购特别预算案 通过了也编列了2472亿的经费哦 好钱呢 台湾都一直付给美国 付了六成以上 但是美国那边迟迟没有消息 迟迟没有交货 战机钱付了 但是都没有来 今天审计部最新公布了 将原定今年上半年要付给美国的这个新台币 200亿的交机款 延到了今年第三季到这个后年2026年第四季之间 才要来付款哦 那现方呢 现在呢 我方的态度是说 等到这个飞机到了 才要来结这个最后的付款金了 还有一个全民最关心台风的部分 早点睡 贝贝姬桃刚刚稍早宣布了 风雨没有达标 明天正常上班上课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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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